上期爬进科学我们讲到了萨米故事集的基本剧情和肉哥的第一结局 讲的非常的粗劣 因为重点还是在肉哥的第二第三结局上 我本来是想先展开来讲讲 坍缩体价空间 邪魔这些概念的 但是发现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的 写了一千个字 才刚刚开了个头 不太适合放在我们讲剧情的节目里 所以想看的朋友可以给这个视频点点赞 点赞超过8000 我就专门干一期设定考剧有关的视频 这期我们重点讲讲肉哥的第二第三结局 这两个结局现在有一个大家争论 比较大的点 就是他们是一副线 还是已经发生的现实剧情线 从水月肉哥的经验看 这次的多结局时刻章写了命运的预见 好像是在说其他结局是一副线 但是独眼剧人的预言不能说不会发生 只能说还没发生 另外以前的水月肉哥除了一结局和生死看单的四结局 其他两个都是一拳把太达打爆的坏结局 不写一副线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次两个结局都不算败单案的 没有写一副的必要 所以这两点都不好算作一副线的决定证据 我觉得可能影响我们判断 是否是易富仙的最大的问题是 剧情中的你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是半火也回答不上来 我们先讲讲两个结局吧 到视频的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如果这次结局的剧情是顺序 那么第二结局发生在我们得到 萨米肯定以后的第二次探险 这次探险途中 我们从诗与德事件中获取了两块特殊的密文版 伤痕与空无 安达萨 灾祸磨难降生大地 行路之人 灵魂浑浊 所为所作 消散人士 所思所忧 归向虚空 这两块密文版的寓意相当糟糕 我们在前往北方时随身携带叉 准备交给束痕不足的血赤 在使用这两块密文版组合后 我们可以将右侧节点转化为命运所指节点 必定触发目的前兆事件 在这个事件中 我们被密文版引到了束痕的营地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我们本想将密文版交给束痕不足的血赤 穆列埃克提尔尼尔 可当他远远的看见我们手上的密文版后 便急匆匆的集结完部队 继续向血缘进军了 在该事件的两个选项里 触发二结局的是拿走他留下的头盔 对于一个萨尼战士来说 丢下头盔迎战意味着他已有了必死的决心 而如果我们放弃二结局 拿完物资走人 旁白就会说 我们从密文版中已经得知了他的命运 灾祸磨难降生大地 行路之人灵魂浑浊 这句话前半句皆是了一场灾难 但更重要的是 后半句 行路之人灵魂浑浊 以及所为所作消散人士 所思所忧归向虚空 这两段文字告诉了我们 面对这场灾难的人被腐化的命运 因为强大的萨米雪寺和他的部族战士 被邪魔污染是整个萨米的危机 彻底被转化后 那便是寒灾 放任寒灾的诞生 会给整个萨米带去灭顶之灾 所以我们选择拿走他的头盔 追上去不是为了阻拦他 而是为了听从密文版的建议 终结他 萨米的意志 在见到我们手上的竖痕战亏后 也为我们放心 在东亚群山以北 黑暗愈发清晰 那我们看到档案 这里有一些朋友会看不懂 被文案搞迷糊了 以为写文案的精神分裂了 先说结论 档案一 二和档案三 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视角 档案一和档案二 是竖痕组长 穆列艾克提尔尼尔的视角 档案三是 寒谈木之女 西蒙娜的视角 那么在穆列的视角里 他们正在向南迁徙 同时还在南部遇到了寒谈 在他眼里 寒谈为了杀死邪魔的利刃 单打独斗 而导致自己遭到了邪魔的侵战 此时他已经不可逆的 向寒灾转化 整个树痕部族 与他拼死一战纷纷陨落 而穆列艾克提尔尼尔 自己在最后关头将自己引爆 彻骨的寒冰 从他的体内向外迸发 将周遭的一切冰冻 所以从他自己的视角看 他和他的战士是与邪魔污染的寒谈 同归于尽了 但实际上被邪魔侵染的是他自己 在事件雨中 男人被黑色的雨折磨了极为痛苦 以为自己的样本和仪器 都被黑色的雨毁掉了 可我们看到他的探测器和无人机 都完好无损 低雨未沾 而男人看到的 则是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被污染的人 容易出现认知层面的错乱 答案一的时间是未知的 有可能啊 就是圣诞这个时候 穆列以为自己是带着族人向南方迁徙 但实际上是带着自己的军队向北方进发 穆列以为自己是和邪魔寒谈同归于尽 实际上是自己被邪魔夺射 被科号队打败了 档案二标题 倒错命运的嘲弄 就是这个意思 在档案三中 寒谈提及了自己对艾克提尔尼尔的印象 软弱 这是一个非常有垂味的评价 说白了 艾克提尔尼尔终归还是人类 只要是人类 就必然拥有情感 背负过去 让自己妻子的死感到自责 从而将自己投入到无尽的邪魔战争之中 以薄杀来麻痹自己 这算不算是一种逃避呢 至少在寒谈看来 这种逃避也化为了他的诅咒 诅咒与庇护同时加固在一个人身上 这便是萨米领袖所要背负的一切 而寒谈将接过这个重任 处人归根 血四重生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结局 这是一个非常迷惑的结局 迷惑在很难说命的所指中出现的你 到底是谁 我们先看一下剧情线 在先行一步节点 我们可以询问领时的意见 他向你转述了他所见的事物 轻悟薄目 刺痛迷眸 无情侦刺 黑色钥匙 并指出了一条路 跟着这条路 我们来到了一个洞穴之中 洞穴的尽头是一座祭坛 祭坛的上方摆着一朵 无根的花 在祭坛周围坐着许多独眼巨人 他们沉默不履 在领时适应你做好准备 就去带走那朵花 使所有的独眼巨人看向了你 领时自言自语道 非石之土 无根之花 比方之药 你无论如何都拿不起这朵花 但最终 你与它的相对坐标固定了下来 从而带走的话 此后 我们击败了薩米的意志 解锁了第六层 远见之够 这一层的温度 是零下89摄氏度 在本位面中 这个温度是在1983年前 苏联南极科考站东方站测得的 因此人们把东方站这个位置 称为南极的寒几 所以对应巨型中 零下89度的第六层 即是无尽冰原的尽头 大地的尽头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那座巨构 一个玉形圆环 在圆环附近 长满了无根的花 和我们手中的那一朵并无差别 领时在自己的远见中 曾无数次看见这座巨构 如同他的族人 他们都见过这扇门 并彼此分享探讨 但唯独有一次 领事没有把自己的远见 告诉任何人 那一次他看见了自己 以及这扇门从未有过的模样 如星空般璀璨 现在科考队抵达了这个地方 所有的科考队员 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如果这个圆环 真如他们想的那样是一扇门 那么门后的东西 他们这辈子都不希望看见 此时领事朝着自己的命运走去 视野开始扭曲 在这片无垠花园里 辨识与理解的念头 令空间极具坍缩 在身后的提风 意识到情况不对 喊住了向巨构走去的独眼巨人 在领事回头的那一刹那 这座巨构开始运作 圆寒好似一面镜子 映出了如星空璀璨的黑暗 病中注定的厄运降临了 有记载以来 最大规模的坍缩正在形成 领事不经意的一瞥 可能唤醒了这扇门后的无尽灾厄 他并不确定自己的法术 能堵住这扇门多久 但他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对抗这厄运 然而萨米的受主 安玛在此刻突然出现 他撞向了新门中涌出的邪魔 在剧烈的爆炸中 巨构被破坏了 这扇被意外开启的门 现在又意外的被关上了 而安玛的爱也从此消失于世界 以上就是三结局的剧情线 短暗一补充了领事与提风的羁绊关系 领事在洞穴里遇见未来 但最终却回忆起的过去 那是他遇到提风的日子 他的父母不知所踪 而他正在被邪魔转化 领事奔向守在一旁 在他被彻底转化后将其终结 不过这个孩子居然扛下来了 领事决定让他成了自己的养女 即使在领事的预言中 这位女孩终将被邪魔吞噬 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审判自己 他也决心要抱着这个孩子 直到最后一刻 短暗二补充了在三结局以后 提风个人在萨米四处奔走 告知安玛的爱已经消失的事情 猎户都以为他在开玩笑 唯有一名神秘的血色回应了他 在雪四留下的几句难以领悟的谜语后 就消失了 他本想继续追问 可转过身来 就已经来到一片只有月光的雪地上 此时档案画风一转 来到了领事的视角 他站在荆棘之中 祭坛王围坐着雪四和独眼巨人 这个场景很像施宇德事件 雪以木的巴黎 查重力几乎99%了 档案三的内容 我们前面讲三结局剧情现实 已经有说过了 在三结局之后 领事回到了雪四与独眼巨人的聚集之著 接受档案二提到的审判 那么到此 我们梳理完了三结局的全部信息 那烧脑的地方就来了 我们打开领事的干员档案 直接看最后一个档案 这是他和博士的对话记录 您在一道门前 一道我见过多次 却从未见过他如此璀璨的门 这和结局三过场剧情里的内容是冲突的 如果这两种璀璨是同一种的话 三结局剧情里完全没有博士的身影是不合理的 事件链 过场剧情 结局档案 领事档案 这些剧情碎片都可以两两结合 但没法完全串在一起 是一个不可能方块 比如事件链里的那句 无根之花 比方之药 恰恰对应的档案一中的这一句 自己手中捧着一朵不应存在的花 与身后无尽的花海 无垠赠里这个边界外的第一个请标 激活的新门 这也对应了过场剧情里领事意外使用的钥匙的描述 但问题来了 这是领事开的门 不是博士开的门 那么事件链中的你到底是谁呢 这里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这里想了一个逻辑相对通称的说法 也算是抛砖引玉了 就是施与得和命所指的这些事件链出现的你 其实是领事视角下另一个自己 领事自己指的路 自己带走了无垠赠里 然后来到了新门前 用比方之药自己触发了新门 而他的档案里提到的博士站在门前则是之后了 结局三中的璀璨是形容黑暗的 而档案最快的璀璨则可能是真的璀璨星空了 所以回到开头 二三结局到底是不是易浮现的 如果仅从逻辑上解释 二结局是很容易实现逻辑闭环 三结局有点难 但打点补丁也可以实现自洽 然而阴角编剧历来写肉歌剧情都突出一个放飞自我 比如三结局的逻辑醉片就是这点的最好表现 所以后面剧情里又出现了活蹦乱跳的艾克提尔尼尔 说实话也不奇怪 上一期水月肉歌有好几期塞了sorry的铺垫 在挖大坑的同时也填上了不少坑 而这一期萨米肉歌由于是白手起家 几乎是每一产下去都是一个史诗巨坑 真是给兄弟闹麻了 这里期待一首档案4解放和结局4大反转好吧 兄弟们真的等不及要去压空间手撕邪魔似神了 最后向大家求一个点赞转发 如开头所愿 如果能超过8000赞 咱们就加更一期压空间设定相关的考据视频 我是网络小琦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 synagogue 闪 我 互